也要来关心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今天帅团前往日本 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行程 而这一回的重头戏就是败会日本的前首相 但柯文哲始终低调不认证时 只说到时候就知道了 飞行程保密到家 而这趟日本行太太陈佩琪也有陪同 陈佩琪笑着说 这个是他们结婚以来第三次夫妻俩一起出国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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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总统接点出访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这回复日 带着太太一起去 传媒其身穿一袭红色洋装特别打扮 也许是因为这原因 结婚31年以来 搞不好第三次了 立月然后再结婚第三年 就这样两次之后 好像从来我们没有一起在出国过 柯P访日第一天中午落地后 首站拜访东京妈祖庙 接着从下午三点半开始与台桥交流 发表演讲并进行晚宴 却回忆总统参选人身份出访重头戏 就是6月5号要拜会日本前首相 但新生上完全看不出来要见谁 柯正英保密到家 反正见到你就知道了 其实见谁不重要 那个建立跟实质部门的联系比较重要 常常见谁见谁 那个有时候大部分都相生意 15分钟照个相就走 没什么意义 闭口不谈 传出柯文哲要见的人士前首相野田佳彦 另外也将拜访自民党立民党参政员及政要 并渴望与自民党前防卫厅部长及人物 一对一闭门会谈 这次去日本比照去美国一样 一定要拜访那个国会 行政部门智库你知道 台商学留学生 让日本也更了解台湾的状况 出访之际也不忘评论国内性贫争议 我们台湾常常是这样 每次出现案子最多就找一个女巫来烧死 然后什么事都没走 下次又重来 选总统铺路第三势力走出台湾 判建立民众党与日本畅通联系管道 这里有黄瓶宁 萧月山女性们林秉舟 桃圆报导